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件发生在1932年的一次杀案 而遇害者正正就是胡锡堂父子 胡锡堂是香港当时的富商太平新市 曾经做过太古的买板 也和河东着事合办搞过奈何船运的生意 他也曾经担任华商总会的总理 他在1930年代买入了青州英黎 和香港大酒店等的股票发家致富 在那个年代可以说得上绝对是一个风云人物 事发于1932年的6月17日 胡锡堂和他的儿子胡白鹿遇上去到太古洋行工作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胡锡堂的外甥陈林福突然来到了洋行 陈林福是胡家第二女的儿子 原本在北京跟随他的爷爷发展 其后辰转来到了香港 陈林福为人洗钱大手大脚 而且还非常难赌 经常将钱用在花天酒地和赌钱上 他也曾经迷戀过一个妓女 妓女无论需要什么他都会答应 亦经常都会在石塘在一个俱乐部里赌钱 当他花了钱之后就会问胡家借钱 一开始胡家念着大家亲戚一场都非常愿意帮他 但问题的钱去到他手上不够一轮就花了 这期次之后胡家就逐步减少借钱给他 当日陈林福先去到太古洋行华人树务部找胡百六 但他们谈谈的声音非常小 红人只听到股份两个字 估计应该都关钱人事了 2点38分 胡百六房里面的电话突然之间响起 于是胡百六就去听电话 就在听电话的时候 陈林福突然拿出手枪对着胡百六的背脊连开掃枪 打中了他右肩和右颈 之后他就躺在地上 中枪的位置也流出一大滩的鲜血 双眼半开合当场死亡 胡希堂的办公室和胡百六只是一板之隔 枪声响完之后胡希堂随即望向外面 他只是见到他的儿子胡百六躺在地上 而地上有一大滩的血迹 见到这个惨犯胡希堂立即逃走 但不幸的是逃跑过程中他撞到两张椅子 其后他就跌在地上 这个时候陈林福已经追到胡希堂的身后 纳克就向他背脊连开掃枪 其中一枪打中了他左边的胸口 陈林福简见得手之后就由康乐到正门重庸地离开 作案之后陈林福就去到附近的斯豪酒店 他更加在酒店里面碰到他的朋友 陈林福于是就邀请他朋友一起吃饭 吃完饭之后两人就分道而行 这个时候陈林福就决定去太子行的日本驻港领事馆 他去到顶事馆之后和接待人员说 他想找领事吉田先生 但可惜当时吉田先生并不在领事馆里面 职员于是就问陈林福有没有预约 这个时候陈林福决定转移目标 插入腹袋扮玩卡片 然后趁领事职员南出先生没有防备之制 向他和书记平田先生开枪 领事馆里面的人员听到枪声之后就马上逃走 而被枪伤的两人也用尽最后的力气走到一条小巷里面战备 随后陈林福在领事位置一阵之后决定畏罪自杀 他用手枪里面最合脱的子弹向自己的头部射出 随着鲜血的噴出 整件凶杀案最后都落下了胃膜 胡喜堂中枪之后只是说自己腹部有少少刺痛 但入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他在病房里面趁着自己更清醒 就把整件事说给他太太听 原来陈林福是想找胡喜堂借8万元 但胡喜堂听到之后立刻就拒绝 其后陈林福降低金额去到5万元 到最后只要求借5千元 但胡喜堂仍然不为所动 陈林福眼见借不到钱 于是就去隔离房找胡喜堂的儿子胡伯禄 希望他可以借钱给他 但胡伯禄的态度和他爸爸一样强硬 最后老修成路的陈林福就拿出手枪 先后向他父子二人开枪 事件的最后本以为胡喜堂只是受了轻伤 结果开刀之后发现原来 还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小肠 当中的胆汁流向了腹膜令到他发炎 虽然医生顺利拿出了两粒子弹 但胡喜堂最后都因为伤势严重 加上患有心脏病 最后过了不久便离世了